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相信每一位家长身边或你自己 你的小孩是有在学钢琴的 那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些故事 就是陪小孩练琴 小孩就发脾气 然后亲子闹不愉快 再不然就是相反 就是妈妈整天是讲说 我小时候就是没有练琴 所以我现在好后悔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现在后悔 然后大家就把周杰连拿出来 你看听妈妈的话 所以他现在赚很多钱 其实我觉得这个钢琴的话题 小孩学钢琴真的是聊不完 那今天我们的翘妞妈妈Vivi 她就一样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说 我是翘妞的妈咪Vivi 我女儿学钢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 可是这一年多当中 我有看到其他的小朋友 才学一年已经可以上台表演了 可是我女儿弹到现在 都还不见什么起色 还弹得里里拉拉 所以常常因为学钢琴的关系 我们已经出现母女戏强的情形 有时候我会气到骂她 然后她就会边哭边弹 然后甚至于还跟我说 我讨厌妈妈 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是很想知道说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引导我的小朋友 对于学钢琴 学音乐这件事情 是有兴趣的 那我应该怎么调失我的心情 我甚至于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小孩很笨 还是说她没有学音乐的天分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医师 还有专家们 谢谢 我相信Fifi问的问题 也是很多爸爸妈妈想问的 就是我的孩子到底 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到底音乐有没有天分 还是后天培养的 我们就亲自到她家来问问看 她心里想说的话 翘妞 你也太厉害了 这首歌 所以她学多久了 她学大概 国小一年级开始让她学 对 我还是每次都想问爸爸妈妈 就是你的一开始起心动念 为什么会希望她学钢琴 就是我会希望她可以多一个才艺 而且好像是圆自己的梦吧 那为了圆自己的梦 为什么不自己去学呢 这也不错 其实也是可以 对但是你会 就是你对小孩也会 当然会有期许 你就会希望说 有时候你看别人 你看就是剖脸书什么 然后说自己女儿啊 儿子啊 去音乐表演啊什么 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哦 我就觉得 如果女儿有机会可以这样子 我当然会希望说她可以学学看 对 而且我希望 我不是要让她当音乐家 我希望说她长大之后就是 有时候心情不好或干嘛的啦 对 信手拈来 对 来个黑车 那用这个心情带着她去学了钢琴 有发生过什么冲突 有 比如说她弹到这里卡关了 她下一段她不会了 对 她又重头弹 到最后我就会不耐烦 我就说你到底要弹什么 然后她就哭了 对 其实以前我有学过 你还记得是哪里 其实 这就是眼泪的开端 先练习这里 打星星 对 没错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要整个拿手机起来 然后 传那个影片给老师 给钢琴老师 然后跟她说 都学一年了还弹这样 我就说是不是她没有天分 因为有时候我po po网就是我女儿弹琴 然后我 我学姐看到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陪她练 我就说 不一定 有时候没有陪 她学姐说 你这样不行 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不行 然后她就讲说 她女儿每天 每天至少要练一个小时 那她女儿当然就还真蛮优秀 好像还要去读 美国的什么 我不太清楚 就是音乐学校 我就记得那时候 我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还跟她说 你看这姐姐这样 我有一次居然跟她讲这种话 她就说 妈妈那是她 我是我啊 哎呦不错 他有这样回我 真的好 那未来呢 你觉得如果有一天要跟你说 我不想学 她有讲过这句话吗 有 她有讲过 我觉得学钢琴这个是我 最喜欢谈论的话题 是因为 它的成就感来得很慢 你可能要 两年的练习 三年的练习 对有道理 之后你才终于发现 哎呦 我弹的东西 我自己还蛮享受的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 从钢琴来聊聊看 就是 怎么样让你的孩子爱上钢琴 怎么样让你的孩子爱上音乐 什么时候我们要 让孩子跟我们说 我不想学了 我们说没关系 再接再厉 再鼓励她 什么时候让孩子说不要学 你就 好吧我们到此为止 或者是以后我们可以 也许再继续 但现在先休息一下 我想这是很多爸爸妈妈想问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爱家团团怎么说 所以到底让孩子学钢琴的目的是什么 那对他们将来有什么帮助 或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而在家长老师跟孩子之间 这三角关系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扮演好自己的身份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智商师廖维林老师 以及钢琴教育措施赖以颖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面对 怎么样来鼓励孩子学钢琴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开始讨论 要不要让孩子继续学钢琴的话题 除了就是练琴的时候很痛苦之外 其实那个痛苦来自 钢琴成果发表会的那一天 然后一个年龄比你家小孩小 三岁五岁的 然后那个手指头那么小 然后弹出超强的时候 然后就想说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要让他继续学吗 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天赋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是 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应该把他自己跟他自己去年比较 那如果今年上台可能畏畏说说 谈得不是很好 可是他明年很有大将之风 然后谈得就是很流利很华丽 那不就是看到他的进步吗 也许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 那他之后不见得他会谈得比较不好 他可能是七岁才开始学 那个小妹妹可能三岁就开始学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家长就说 那我是不是太晚才给他学 那我的第二个小孩我就要更早 我是不建议太小的小孩学了 因为他的发展 肌肉还没有发展得很稳定 那他当然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成熟 那他可能可以谈得比较好 但是不是每一个小孩都适合这个状况 我觉得 而且这么小就让他很有压力的话 我觉得对他的健康发展不是一个 很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 那如果说真的现实生活也 因为我知道赖老师常常接收人家 这个哭哭啼啼的 然后到他那边就开开心心 所以你怎么样第一步 就让家长重新跟你对焦 说我们对钢琴的这个认识 重新看 好 我觉得 喜欢钢琴这件事情 其实是 小朋友是很困难的吧 我觉得 那你要让他喜欢 你必须先让他做他喜欢的事 可是你在他喜欢的事跟他不喜欢的事之间 要拿一个衡量 比如说他不喜欢看谱 可是他很喜欢弹爵士 那我们就可能给他一些爵士 让他觉得很欢乐 可是这个同时 我们也加强他看谱的技巧 可是用爵士的曲子去诱惑他看谱 就是很多方法可以让他 从他不喜欢的东西 要渐渐变成有一点喜欢 我们的廖老师他也是从小学钢琴 对 请问你还有在学吗 我 你的学情过程好了 开不开心 我还算喜欢钢琴 有时候会享受弹的过程 可是练不是快乐的事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 就是爸妈在房间里面 做他们自己的事 然后我就在外面 我就拿那个录音机 然后我就录下我弹钢琴的声音 我就在play 我就在假装我弹钢琴这样 混水摸鱼 超强的 他好聪明 我小时候都没想到 所以就是像我这么乖的孩子 练琴都会想要偷鸡摸狗 所以就知道练琴真的不是一件 就是小孩子会很乐于去做的事情 对 在这个练琴的过程中 也许会遇到很多困难 也许会遇到很多挫折 但是爸妈妈如果可以陪着小孩子 一起成长的话 陪伴他度过这个困难的话 会是一个他成长以后 很大的回忆跟很大的回馈 就是回馈 他长大真的会很感谢你们 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音乐 刚才我们讨论其实也好像 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 好像没有真正有跟爸爸妈妈讨论过 我们现在学情为了是什么 老师而言你会怎么样去 跟父母去对焦说 那你今天你希望你的孩子贪情 你的期待是什么 你觉得呢 我觉得学情如果只是为了他 弹成怎么样 他弹出一首歌有多好听 那学情就有点浪费 就是学情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全身协调性的问题 眼睛看到的 你弹出来到你听到的 这些协调的东西都是你 学其他东西可能 比较少可以全方位都用到的 那你在学习这个目标的过程 就默默的 然后你就训练你自己可能 手指的协调 可能是手眼的协调 对 最主要我觉得最好的是听力 因为你耳朵比较敏感 比没有学音乐的人敏感 那你之后学其他语言的时候 你对那个语言是比较敏感的 这个倒是我没有想过 我看到一些学音乐的研究 跟大脑的发展 他们有一项大概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些人 有学音乐的人 在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 那些非语言的沟通会比较好 那个眼神 那个没有讲出来的姿态 这个我的语调 那这样的讯息 其实传递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对于有学音乐的人 他接受会比较快 那有没有家长 比如说今天我们俏妞 就说我不学了 我真的受不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廖老师 他长大以后 又重新再开始学的这种 你觉得OK吗 就是我们弹琴有很大的部分 是肌肉记忆 那这个肌肉记忆 第一在生物学的过程叫随俏化 随俏化就是你不断重复的这个过程 会加速你神经的传导 因为它包覆你神经的随灵脂 就会变厚 那传导的速度就会变快 如果大人在学的话 他还是可以学得起来 他不会学不起来 他还是可以弹琴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像 比较小开始学的时候 弹琴这么自然 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 他一个反射的动作 那他的肌肉里没有这个记忆 所以他很刻意地去做 但是声音就不会那么好听 但是我这边我真的想提出一个意义 意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爸妈就会有很多的焦虑 所以我是不是要 赶快让孩子开始学 所以我必须让他不能中断 不然他以后谈不好了 是不是要怪我 可是以现在的脑神经学 其实我们的大脑 是有个神经可塑性在 也就是说不管你到了多老 你的神经还是可以改变 你的那个随俏化还是可以进行 你的神经缘还是可以长出来 了解 所以我自己是要 国一就停止练 可是因为我有很有兴趣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有时间 我又再开始练 甚至是我自己父亲练 那不是我妈妈逼我的 我到现在我还愿意 40岁了还愿意学歌声 所以我在想说 人生好长好长 即使我不能变成狼狼 可是这个音乐是伴随 我的一个很长的兴趣 我愿意长大了还继续学 我觉得好像 对大部分人来说 那个是更重要的 就是学得久 我想今天我们就抓个这个中间点 我也不是一辈子不学 对 我可以休息一下 那两位都同意吗 我觉得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你可能会 有点浪费你之前的一些努力 就比如说 不忘了这样 廖医师 那他之前 小时候学到国一 他可能在那个程度的时候 可能在这里 可是他大学以后再抓回来的程度 可能在这里 就是他可能会浪费一点时间 但不是代表他不会再回到这里 或是他不会再更高 但是他的确会浪费一点时间 对 以你们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对 我想到一个 我觉得大家会满有感觉的 就是肖敬腾他21岁 他从小从来没有学钢琴 他是因为太有兴趣 他就自学 然后自己去练 你看他是不是全台湾 弹钢琴賺得最多的一个人 所以真的时间不重要 就是兴趣跟那个毅力 我觉得可能比学时间的长短更重要 像我小时候想到这个钢琴 我就想到 我在弹钢琴的时候 爸爸在旁边唱歌的这个画面 所以对我来说 钢琴就是一个很愉快的 然后家人很和乐的这个氛围 所以我才可以一直一直很喜欢音乐 所以我也要建议哥爸爸妈妈 就是多创造这个快乐的音乐时刻 让你的孩子 就是很自然地爱上音乐 我们现在进入到真的妈妈担心 妈妈关心的话题 就是好 前面我都了解了 我也聚焦了 我跟老师也讲好了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希望孩子的大脑健康 我们不要让他不喜欢音乐 就不开心 对不对 刚刚看到这个 菲菲在 那个翘妞在练 然后在那边哭 嘀嘀在旁边 大呼 很努力的不想要骂她 但是心里就是很不开心 请问第一个时间点 廖老师 第一时间点 妈妈该怎么做 其实我也常 对我女儿的时候很崩溃 真的 妈妈一定会常常崩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先回到妈妈自己身上 因为崩溃的妈妈 妈妈就会教出崩溃的孩子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教出一个理性恋情的孩子 你自己要先回到理性 妈妈才是那个前额夜发展好的人 对 所以在那个崩溃的当下 妈妈就是做一些深呼吸 可能离开现场也可以 就是去关照一下自己发生什么事 然后第二步才是去面对孩子 就说你怎么了 那孩子可能会告诉你很多原因 就是我肚子饿了 或者是我还没睡饱 或者是我真的很讨厌这首歌 对 或是老师好凶 对 或是诸如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是妈妈如果不去倾听 你就抓不到那个真正的原因 你就怎么改进呢 所以我觉得先去同理孩子 他的需要 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 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当下问不出来呢 这时候我会给他多选题 说你是饿了吗 你是不是不喜欢练 他说你是不是现在想玩 或者是你是不是很紧张 下次的比赛 或是那个表演会 所以你会给他选择题 而不是问他单选你怎么了 有时候他真的答不出来 其实我有曾经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爸爸妈妈常会忽略 就是你可以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弹不好 你很挫折 因为他听过老师弹 他知道是什么样子 可是他弹出来 就是不是那个样子 而且差得非常远 所以听起来就是不开心 是 那他就会挫折 那挫折他就是拍琴 对不对 干什么 那个琴很贵 我们都是买的 租的 whatever 反正就是你就会生气 所以是强我跟现实 我差距太大 没有 理想跟现实差距太大 所以妈妈更要给他一些支持 如果妈妈给他足够的支持跟爱 知道他谈得再怎么 然他还是很被爱着的时候 孩子的信心跟任性就会变强 你觉得呢 我觉得鼓励他真的很重要 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弹得不好 可是你可以说 妈妈觉得蛮好听的 不会不好听 跟老师弹差不多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诱惑他 你再弹两次 妈妈听听看 他弹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还是没那么好听 可是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稍微变好听 那你就要更大的鼓励他就说 你看真的跟老师弹得很像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你试着让他有点信心 他才会愿意继续做 不然他完全没有成就感 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 或者他今天谈这一段可能很不顺 他可能谈别段是很顺的 你当下怎么样都没办法 让他再去谈那一段 我们就先把它放旁边一点 我们先谈一些 他比较有自信心的东西 比较难的那一段 可能可以跟老师一起商量 可能老师有一些 比较练琴的方式 可以让他充实 就是他在谈的时候会更上手的话 那老师帮忙他以后 然后老师再告诉他说 你看吧 其实没有这么难 就是你可能用错的方法 那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 那老师上次没有教你 所以没关系 那你这礼拜再回去 用这个方法练练看 然后下礼拜就会变得超好听的 那如果用贿赂的也会用 比较小的小朋友我觉得蛮有用 但是越大就越没用 所以讲到这个大的怎么办 就是大的孩子 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观跟意识了 所以爸妈可能光是用贴纸跟优惑 可能不够 他还要回去说他对什么有兴趣 像我姐姐的女儿 他就是对表演非常有兴趣 只要有表演他就会练 因为可以上台 可是没有表演他就不练 所以妈妈就要 也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妈妈就要符合他的动机 找那个会常常让他表演的老师 或是帮他找场子 对 真的 我老婆跟我就是不同个性 是 他就是那种 有表演 有上台 我就跟你拼下去 我就是要上去 我就是那种 其实你要不要上台 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很不一样 所以有诱惑的方法也不同 其实很多家长是 不想陪孩子练的 他不想的原因有很多 对 但这种状况下 到底要不要陪孩子练琴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你不要在练琴的时候 给他压力就对了 因为像我先生 他想到他小时候学钢琴 他就记得老师一直拿尺打他的手 这个你这样子的陪练 就心理造成负担 另外就是 我想到一个练琴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练琴不用很长 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 说这样不对 不会 但是实际上 我听说马尤友 爸爸也教他练10到15分钟就好了 就可以成为马尤友 所以蓝老师 你会怎么这样教 你会建议家长陪 对 我建议家长陪 建议家长陪 就是在家练琴家长陪 不管他懂不懂音乐 也训练爸妈的耐性 说的也是 爸妈可能没有耐心 但也训练他的耐性 说的也是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教养的一环 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因为他会知道 原来弹琴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那原来我在弹琴的时候 爸妈也跟我一起也在学习 或者是他也在聆听 他也在享受我弹的音乐 享受这两个字 对 如果他弹得很好听 爸妈在旁边也会觉得心情很愉悦 我想到一个补充一下 我小时候我在练琴的时候 因为蛮难听的 我爸爸就会进去房间 把门关起来 我其实是受挫的 真的 就是小孩子好敏感 我想说为什么每次我练琴 你就觉得很难听 去把门关起来 想到就快要哭出来 可是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小孩学小提琴 我就 就是你会 听到那个音 在那个音跟音的中间的时候 你就 所以我决定小孩子 绝对不能让他学小提琴 因为我会动我会掉 好 OK 最后一个很多家长会问的问题 就是 请问赖老师 那有没有停损点 就是我的小孩 停损点停在哪里 他就不适合 或者他就没天分 就天分当然有分 但是 不是没天分的人 就没办法谈好琴 所以我觉得这是家长跟小朋友 可能要商量的地方 他可能真的很不喜欢谈 可是爸妈还是希望他在弹钢琴的路途中 可能会学到其他的事情 对 那你还是必须让他坚持弹一阵子 才会有效果 对 你可能告诉他谈到 譬如说 国小毕业 或者是他学完小作名曲 或是学到一个程度以后 那我们再停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那我们就不要再学了 对 真的想要长大以后再拉回来 其实是蛮有机会 Vivi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现场两位老师 其实现在是还好 因为之前我真的曾经跟我女儿因为学钢琴的关系 然后就有点母女关系紧张这样子 我觉得说我改变我的态度以后 他好像真的对弹钢琴不是那么排斥了 结果最近呢 他甚至于主动跟我说他想要参加学校的弦乐团 然后他最近开始学了大提琴 哇 那他回来也很开心喔 我说他第一堂大提琴课还没有开始拉 但要就是学知识嘛 怎么拿琴什么的 但是他也很开心的跟我分享 这样 好啊 祝福这个俏妞在他的音乐路上 就是开心 我想我们今天也不要讲说要祝福他成为大师什么 我觉得是开心 让弹琴是一家人的事 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的事情 我们也不要讲只有孩子在学 爸爸妈妈也在学 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挫折忍受力 我们在学习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耐心 沟通 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包容 怎么陪伴他遇过每一次的难关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学情就不再是一个跟人家比来比去 人比人气死人的事情 而是一个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会成为你们很好的回忆 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菲菲 如果你们家有0到18岁的孩子 有深信念问题要我们的爱情好医生 到你家家访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那我们节目到今天 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我想我们在陪伴孩子学任何东西 其实概念都是类似的 我们并不是着重在孩子的表现 他的成绩或他的技巧 我们其实重视是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心灵的关怀者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也成为一个成长的父母 如果我们把观念改到这一个路上 其实我们陪伴孩子做任何的难关 我们都可以慢慢地突破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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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